詞曲 李宗盛 谢谢新闻局政局长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不好意思 让大家在外面等了太久了 因为今天开会内容比较多 老的事情也比较多 针对各局处相关的局处长 现在都在现场 我们有教育局 我们有民政局 还有卫生局新闻局 主要今天要特别拜托教育局 针对这个疫情的变化 如果这个疫情变化 如果持续的扩散出去 当然是所有教育局相关所属的 每一个学生的受教权 不能够受到影响 所以 要请教育局立刻开始规划 每高中以下的学生 远距教学 那劝缺不足的部分 一个调查要予以加强 一个补强 这样子远距教学 一旦建构成功 未来影响就会比较大 包括重要的灾害的时候 像台风啊 这些等等 学生如果要被迫不得到学校的时候 采取远距教学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考量 把远距教学 要把它建构起来 所以教育局会迅速的进行调查跟了解 第二个如果疫情持续这样下去 看到世界各国 每个国好多国家 疫情都感觉到 一直在蔓延 我们的纾困经济方面 我们要持续下去 因为经济越来越疲软 还有 这个一些劳工朋友 就是所谓的 这个劳工朋友没有办法上班 无薪假的问题 要得到保障 所以对劳工的权益这一部分 我们也会 特别的保障 另外针对大型的活动 一百人以上 跟一千人以上 我们也做成了一个决议 我们建议尽量缓办 尽量降低人与人的接触 那这些 都是刚才在 防疫会议上的 我们一些重点的讨论 接下来 我们请相关的局处长 跟各位好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简短扼要的说明 谢谢 卫生局林立人林局长 跟大家说明 是 指挥官 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会议里面 有做成了一些讨论 也做成了一些决议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也 讲解一些 透过交通局这边协助 我们一起努力 也招募了所谓的防疫计程车 那防疫计程车 这未来会来协助我们在居家 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对象 假设他除了发烧或呼吸道症状以外的身体状况需要到院所去就医 我们会有防疫计程车的这些驾驶 混讲朋友们来一起来协助做这样的病患的一个载售 但是如果是属于呼吸道症状或者是发烧的在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对象或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 基本上基本上我们都是采用救护车去做一个载售 那其他非这些症状呢 我们就是用防疫计程车去协助这样的一个区块 另外我们也针对我们高雄国际机场在小港 目前有几家医学中心在当地设站去做一个路径的领课的一个筛检 如果是筛检之后需要直接回家 不需要到我们的这些直立隔离医院去做一个住院式的一个进一步的诊调的话 要回家的我们防疫计程车也可以做一个协助 把他再回家 所以这整个跟重要个地方一起来合作 把这些区块把它做得更好 把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对象做得更好 就是集中一项我们透过交通局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设计一个叫做这个肺炎 就是这一次的特殊传染性肺炎的一个居家检疫隔离包 我们市政府这边我们即将会用这样 里面有10项 10项的一个内涵物 包括相关的卫教宣导的资料 包括他可以这个口罩14片的口罩 因为居家检疫14片的一个14片的一个口罩 里面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也会针对特殊的需要里面有一些卫教单张 我们会透过我们 假设是有我们新移民女性的需要的相关的这个东南亚语系的国家 我们会进行做一个翻译 让他了解说在整个14片里面他要注意哪些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 对那我们里面有其他的一些影片 宣导他怎么去洗手怎么做环境清销 还有我们相关市府相关拍摄的影片也可以有QR Code 他可以扫描做相关的一个了解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影片也可以做一个观赏 我想我们这些会持续把这个所谓的防疫的隔离包做一个服务 让我们的这个隔离的朋友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在隔离期间 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报告卫生局这边有安排我们的这个心理师公会 或智商心理师公会里面做一个心理的一个智商 假设他觉得有心理上的问题需要找人谈一谈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资源去协助 那同时我们也 其实我们也知道北部这几天有所谓的 院内感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我们其实整个医疗体系的一个整备 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医疗体系的一个保全 那医疗体系的保全把它核心的 这个其他不是这一次所谓的新冠肺炎的这些病症的 比如说我们癌症的病友他需要定期的回诊做化疗 做放射线治疗或者是安排相关的手术 对癌症的病友的照顾上 那这些的情况我们都一样希望医疗体系能够保 继续保持这样的核心的一个机能这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跨层级的医院的之间的一个盘点跟规划 未来能够做一个分流能够协助需要去做一个裁剪 需要做一个相关的诊疗 我们希望有相关的替代的一个资源能够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我们核心的医院能够保有它的一个医疗的量能 这是我们持续在排典规划当中 甚至未来的基层院所的能力也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因应整 这次疫情的一个挑战 因为未来疫情规模的走向是怎么样 我们不敢预测 但是我们把相关的这些医疗量能够做更多的一个盘点跟准备 这也是我们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今天我们这个各类活动的一个办理 这个是不是就民政局来做一个对外说明 好 那曹局长跟大家来做你的说明 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那针对我们各类活动 特别在民政局宗教活动内 我们近期非常多的一些节庆宗教礼俗 各我们宗教团体在整个法会或者活动或者绕境上 都有配合我们整个活动来暂停或者一个延期 那陆续如果有一些活动呢 也陆续把规模缩小 尽量能够做到整个公共卫生跟防疫的安全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中 各类活动特别在宗教里面 我们在室内一百人以上 室外一千人以上 我们会建议暂缓 就是说如果能够延期就延期 能够暂停就暂停 那如果真的配合整个活动节庆必须办理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能够配合我们整个卫生局给大家的八项防疫措施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自己个人的公共卫生 还有整个的耳温的宣导的一个测量 同时有一些疾病的告知也都希望能够做到 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两点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就是我们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团体 特别是有一些平安宴 罗汉餐或者大锅饭 必须共同餐食的部分呢 希望能够提供个人便当或个人餐饮 让大家能够避免群聚感染的可能 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 我们要谈之各位各个其他县市 希望外县市的朋友如果来到我们本市呢 参加各个宗教活动 也能够注意遵守我们的防疫各项措施 希望一起把疫情能够有效的控制 以上是我们针对宗教活动的一个宣导 教育局吴居长这边有没有特别要说明 是 我要跟各位媒体朋友来报告一下 因疫情的变化 最早我们在寒假是把科业辅导停掉了 所以我们就在拿学堂来启动许许多多的 线上学习 那我们会担心未来的疫情的走向 所以万一一个学校停课 或者是有一个区的学校停课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已经在盘点 我们朝三个方向去处理 第一个盘点现有的教材 那我们跟三家的这个出版社 第一家已经谈好了 还有两家正在接洽 也就是他的教材可以让我们完全的上网 然后都可以使用 我想这个是教材的盘点 第二个我们网路包括学校的server 和学校的评官 我们在检视 应该这个礼拜会全部检视出来 应该问题不大 第三个就是市长非常关心的 我们刚刚也找中华电视在谈的 我们目前35万的高中以下的学生 这些学生里面 家里面没有网路覆盖 大概是有 我刚刚跟市长报告数字是有点出入 现在大概是27000人 在我们所有学生人数的7.5% 那目前教育部他也在调查这个数字 然后教育部的资讯和科技教育师 他们会去跟中华电信 或几家电业去谈合作案 如果谈成 他们会解决这个发给学生信卡 和分享信 这个部分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近期之内没有谈得很顺利的话 我想我们高中市政府 教育局会出面来 除了跟电信公司协调 也会在适当的公务机关 还是学校的点来开放 至少让孩子就是 他可以一个孩子到某一个地点 去建他的网路 我觉得这个方式 我们一定会排除外来 让这些孩子解决 那所有的孩子 里面大概只有8000个孩子 他是没有平板 或者是家里面没有电脑 那这些我们会请学校 完全的支援 一旦停课 一定要让每个孩子 他必须要有平板 或是个人电脑 我想这个我们学校 教育局会折成学校处理 有需要任何的经费 教育局会来支持 我们做以上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会后说明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请各位局处首长先留下来 那市长因为行程 就请市长先离开 各位媒体朋友 如果有防疫的任何问题 我们留下来回答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今天的会后说明 就到这边先结束 有吗 有问题吗 没有吗 OK好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